参见忠书大人 提下面礼 来 请坐 有件紧要的差事 要去东京一趟 四肢再三 还是你去我最放心 恩相之事 扬知我万死不辞 坐下 忠书大人请吩咐 好 你随我来 六月十五日是泰山大人蔡太师的生辰 你的差事就是把这些生辰寿礼一样不少的送到太师府中 等他们收拾齐备之后 你便可以动身启程了 请问恩相 这些宝物 怎么给押运走哪条路 既是生辰贺礼 那就应该有点喜气的样子嘛 我让大明府拾十辆太平车子 然后再派十名军士随行兼押 每一辆车子都插上一面贺寿的黄旗 天下怎么这等我呀 恩相大人如此大张气 就怕到不了东京 就被贼人堵截了 还未出刑 就说如此不惜利之言 怎么 莫非提侠有一推辞 不 恩相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杨智受恩与恩相无以相报 此次押送深辰杠 正是我报恩之机 我杨智绝无二心 就怕万一有输入 我有负与恩相重托 好 没有二心我就放心了 依你的意思 我说不用太平车 那这十万罐金珠宝贝 该如何送往东京 依小人之见 不要装车 更不要插旗招摇 说下去 这样无疑会给途中的贼人通风报信 我看最好把这些礼物分成几个担子挑着 军事们扮成挑夫 我扮成可商 这样不险山不漏水地送往东京 保证无事 提下颜值有礼 就照你的意思办 你从东京回来 我一定抬举你 谢恩将 我先给殿帅府太尉写封书信 让各州县清除沿途盗贼 如此甚好 我这就去挑选军事 好 快点 快点 都看到了吗 把他们全部打开 重新打包 分装在你们的挑担里 还愣着干什么 听见没有 快 小心点 小心点 别碰了 都给我小心点 弄坏一样 搭上你们的小民也赔不清 知道吗 是 装好后我要轻点贴风 慢点 小心点 都给我停下来 反了 反了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是我 怎么了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老夫是中书夫人的奶宫谢宗管 谢都管 你把这些宝贝 装在这些破烂麻袋里 什么举起 想在东京城 扫中书大人的面皮不成 什么 生辰缸 不是拆毁担子 正因为是宝贝 才这样包装押韵 以防强扣半路打劫 你就是东京发配来的那个杨智吧 正是 我现在是梁忠书大人的提下 这些宝贝 我就说嘛 朝廷的花石缸 他都保不住 就能压住这生辰缸了 本事不大 怪主意倒不小 你 怎么 想打老夫吗 二位不必争吵 什么狗屁提侠 你看 他要把这好好的寿礼 当柴鸥送到东京去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你 你这是怎么了 杨体侠 你看 夫人也准备了一项礼品 让他们一并打包 体侠 谢渡馆不了点内情 你千万不要生气 还有 谢渡馆和二位于侯 与你一起进京送礼 众书大人 这才是我杨只不敢应了 体侠不必担心 我当着你的面 和他们三个人说好就是了 大人 一切都听你提掉 谢渡馆 二位于侯 都过来过来 你们都过来 杨体侠是尖压官 你们都是随行 都要听他提掉 他走就走 他说住就住 不许与他为难 一切听体侠吩咐 好 谢渡馆 你 大人说该听谁的就听谁的呗 大人如此看重阳智 如途中稍有疏忽 甘当重罪 众书大人 你放心吧 一路上我会尽心的 抓了一天一夜 连一根盗贼的毛也没见着 雷独头 难道你不困乏吗 前面有个林观庙 到庙里睡一觉 带我现成吧 睡一觉 睡一觉 最好能吃完酒 都别跟我喊员叫驱大 我雷行也不是同住铁打的 岂能不知道困乏 不是想吃酒吗 快点走 过了林观庙 不远就是东西村 村上的保证朝盖和我相识 咱们到他庄上 讨杯酒吃 怎么样 好 快走吧 快走 都头 不是去东西村吗 这庙门殿门都开着 我也太多心了 难道这庙里头会有盗贼 还可 还有刀呢 是啊 什么人 这人 放人 看这模样 不是个强寇 也是个盗贼 喝完酒 带回县衙交差 是 看门 是哪方的工人 天不亮就大闻叫户的 有何功干呢 叫你们的庄主起来 就说运城县为四渡头雷横到了 好 渡头请 渡头 但吃酒总不能把他也带着吧 把他先关起来吧 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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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都在厅房里了 没听说什么事 绑了一个人来 谁 不知道 被酒饭自豪 要快 是 弟兄们辛苦了 辛苦了 雷渡头 什么工物这么繁忙 天不亮就到我庄上来了 奉知县相公之命 来乡下寻补盗贼 一路劳顿乏力便来贵庄搅扰 啊 可能也认错了 我就说我 来乡下寻补盟 就有点 用乡下寻补盟 和你拥辑 临棺庙偏偏碰上了一个 还真有贼人 可不是 不知偷抢的本事如何 那胆子却是不小 勋不知赤身的躺在店前的供桌上 真做好梦 不知是何处的贼人 还来不及审问 等押回县衙一顿棍棒就知道了 弟兄们一定是饿了吧 我让他们再备些国品饭食上来 好 毒头你先喝 我少时便来 在你的庄上就不客气了 备些饭食国品更好 来 上酒 放开我 这不是赤发鬼流淌小弟吗 朝大哥 快快救我 你怎么备他们 我 我有大事儿找你 路上多探了几杯酒 在林冠庙里睡着了 不知来了一帮什么鸟人 把我吊在这里 你 你快放我下来啊 朝大哥 部长 放了你 我却不好说 他们已认作你是贼人 瞧你这副模样也像 贸然放了你 会引起他们疑心啊 也不能让他们把我带走啊 我翻山越岭 几天几夜来找你 真是有大事有商量啊 这样吧 你再忍一会儿 等一会儿我送他们的时候 你就叫我阿舅 剩下的由我来办 记住了 那快些 我的骨头都要断了 好 各位怎么样 这酒好吗 好啊 好酒啊 多谢保证款待 我知道 到泥庄上一定有好酒 那就放开喝 喝他敢以醉方休 不敢不敢 公务在身 我还得回县衙点锚交差呢 天快亮了 我该走了 不急不急 再吃即晚无法 改日再喝吧 把酒杯都给我放下 放下 放下 骨头有工务在身 不好酒流 回去给猪栓肚头吻好 一定一定 他和我一样的差事 可他走的是另一条路啊 这就是我在灵观庙捉拿的贼人 把他放下来 是 该不是你们装上的吧 好 阿舅 救我 这不是汪小三吗 阿舅 好你个汪小三 早就听说你是个不成器的东西 果真不假 为什么出来做贼 我没做贼 还敢嘴硬 没做贼为什么被拿到这里 看我不打你 保证喜怒 保证喜怒 你看他 既然是你的外甥 那就是误会了 喜怒 这是我嘉姐的孩子 他和姐姐住在南京 和我走动很少 我到东京去做生意 母亲 让顺便看望阿舅 路上 喝了几杯酒 怕阿舅责骂 便在这林关庙睡了 等醒了酒 再见阿舅 不想被他们当做贼人拿了 他是不是在骗我 一定是做生意赔了班 没了盘着便去做贼 保证 他没有撒谎 早知道是你的外甥 就不拿了 把他放了 还不快谢过杜盗 错拿了人还要谢 保证不必多礼 该我向你道歉才是 时辰不早了 保证 告辞了 杜头且慢 拿些银两来 是 保证 客气了 我成敬意 休闲轻微 给杜头打酒喝 保证 不不 不行 你要不收便是怪我炒盖了 恭敬不如从命 全切收下 日后再回报保证 好 告辞了 不送了 慢走 恕不远送 大哥 这银子来得够快的 那可不 一听有工人到来 就得把银钱取在手边 随时准备打电 这银子可给的有些愿望 花些银粮买个省心 好 站住 打你走 你要干什么 留下那银子 银子 那是你阿舅给的 与你有何相干 不是看在你阿舅的面子上 我一刀剁翻了你 你平白无故绑我 吊我 还骗我阿舅银子 今天 留下银子 我便放了你 要不 就取你半条腿来 看你这副模样 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那就怎么有你这么个外傻 留下银子 给你银子 凭什么 就凭这把刀 走 走 走 住手 不得无礼 好个没出息的小子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雷豆豆 见笑了 请回吧 往哪跑 你给我站住 站住 请回吧 你个臭小子 你给我站住 想不到 你会做出这班小气事来 我不想让他白拿的银子 那银子是我的 我还给 你也真能做得出来 堂堂江湖好汉 为那十两银子大动干戈 你不怕人笑话 银子是阿舅的 关我屁事 好了 走吧走吧 庄园里都是我的心腹 并无外人 有话 但说无法 大哥 小弟 大听到北京大明府梁中书 收了十万贯钱的金银珠宝 要赶在六月十五之前 送往东京 给他乐仗蔡太师做生辰受礼 去年也曾送过 走到河北半路被劫 我们为何接不得 所以小弟来和你商议 兄弟 你说的就是这套富贵 十万贯呢 难道还不是富贵 取这套富贵 是不是太冒险了 你我二人当然冒险 我们都要几个弟兄同去 那便如同囊中取物一样 大哥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万一有个闪失 那也是掉脑袋杀头的事 如果是个州官县官倒也罢了 可他是当朝太师的首领 这不是要在老虎嘴里拔牙 太岁头上动土吗 听你这口气 是不想要这套富贵了 不是不想要 难要 曹大哥呀曹大哥 你怎么不像你了 我怎么不像我 你曹盖曹天王 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敢说敢做 敢做也敢当 可我没想到 理到正经事上 就成了懦夫 凶悍了 早知这样 我就不来了 你怎么连话也听不清啊 我曹盖不是懦弱怕事之人 抢贪官的钱财也不算不易 我是说取这套富贵 你只说这套富贵你要不要 你等我把话说完吗 我只问你要还是不要 如果把命搭进去 取这套富贵又有何用呢 这等事得从长计议 好了 我知道了 大哥 你在吗 我走了 刘棠 话没说完 你去哪里 话不投机 半句多 你好好地做你的保证吧 我走了 刘棠 刘棠 这个刘棠呢 刘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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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先生先生 先生 你今天交书吗 哦 今日啊不交书自己诵读 读什么呀 论语的《谣约》第二史篇 我们早个辈子昆瓜烂熟的了 好好好 回学堂自己再读读背 本意同背啊 在今次 谣 姚耳孙 天之历树 在耳宫 我打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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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学究 吴学究 我娘和我媳妇怨气 让我说个公道 可我想了一夜 也想不出个办法来 难死我了 不难 不难 在娘跟前把顺着娘说 在媳妇跟前顺着媳妇说 要是我娘跟我媳妇都在 那怎么说呀 你呀 就低着头 一句话也别说 对 吴学究 谢谢你 来 来 来 曹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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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学究先生啊 快 坐坐坐 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晚呢 给学究倒茶 来了 昨天晚上睡得晚了一些 你不来啊 我还不起 看你愁眉不展 莫非有些什么立不清的事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北斗七星 直直地落在我的房梁上 都并一颗小星化作一道白光走了 不知道是吉士兄啊 昨日就来了赤发鬼刘堂 说是有一套富贵拉我做 没说两句 顶牛了 不容我把话说完便带气走了 弄得我好不安神哪 学究啊 你不来 说不准我会找你去 让你呀 给娜娜主意 我也带着烦门 给学生放了假 找你来解解门儿 不学究 好的 好的 备点酒菜 我也学究吃上这边 不必烦劳 不必烦劳 朝大哥 我倒有个好去处 不知道你肯不肯去啊 哪里啊 石结村 找阮氏兄弟 让他们打几条大鱼下酒吧 好主意 我呀 我有半年不见他们了 正好一块聚一聚 二郎 二郎啊 回看看谁来了 二郎 早知道朝大哥要来 二郎已等候多时了 我和教授一时高兴才说起来你这走走 世间不曾告知 也无人知晓 二郎怎么能说等候多时呢 长时间不见 心里想着大哥和教授 你们要是不来啊 我到庄上去找了 快行 朝大哥 这阁湖有几处酒店 何不荡船过去和五郎七郎一同吃酒呢 如此甚好 那就上船吧 走吧 二郎 朝大哥想要好鱼下酒 有没有十多斤的大鱼啊 别说十多斤的大鱼了 能用三四斤的就不错了 这么大的去处 十多斤的鱼都打不上 要大鱼 梁山坡里有 这石皆湖啊 怎么住大鱼 这儿不是和梁山水坡一脉之水呢 不会到他那儿去打吧 大哥 你是不知道啊 还是明知故问哪 这梁山坡 原是我们兄弟的衣食父母 可现在被王伦他们一伙 强占做了地盘 听说最近又来了一个叫林冲的 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徒 好生了得呀 谁还敢去打鱼呀 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 这么说 是兄弟们手头紧了 可不是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可现在呢 靠着水 却吃不上 可能不紧了 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不来找我 哎 大哥 找你接见 哎 穷坑填不满哪 再说我一个常常男子汉 一神的本领 怎么好管大哥身手要钱呢 哎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既然是兄弟 均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呢 你这么说 不是把你大哥我当成外人了吗 哈哈哈哈 哦 七郎 你看谁来了 曹大哥 教授 大哥 什么时候来的 刚刚到 起了啊 曹大哥和教授 要咱们兄弟到岛上去喝酒 看见小五了吗 赌钱去了 有我去赌了 可不是嘛 天天赌啊 哎小七啊 能不能弄条十几斤的大鱼 给曹大哥和教授咱们下酒啊 去凉山坡吧 啊 又到凉山坡了吧 人家凉山坡是一伙兄弟 咱们也是兄弟 人家怎么过的 可咱们是怎么过的 论本事啊 咱绝不在他们之下 如果有人打头啊 哼 咱们比他们过的还红火呢 五郎天天赌钱嘛 无事生非呗 没好日子过 赌钱 差心慌嘞 这吃酒啊 是为了兄弟们聚会 有没有鱼不要紧 有多大的鱼 吃多大的鱼就是了 长大哥 教授 你们先去 我去找我五哥 好 好 大哥来来来 殿家 来两坛好酒 上几条鱼 越大越好啊 好 来大哥 坐坐坐 不错 这儿到清静 来大哥 来坐吧 坐坐坐 这鱼 这已经是最大的鱼了 鱼不大酒好也行啊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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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押了 干你了 我押了 五郎要不要 快点儿 快点儿五郎 你磨蹭什么呀 又没钱了 你看儿 你快押呀 押 这可是金的 行了行了行了 押了 押了 五郎 你连老娘的嫁妆也拿来了 放娘的臭屁 做你这活儿 来来来 大哥 等一等五郎和七郎 来了来了 小五呢 五哥呀 五哥他堵疯了 抢了老娘的金钗做助 说是要捞回本来 你看看 老娘气的呀 又哭又叫 我叫不回来 他人在哪儿 我去救他回来 大哥 算了算了算了 他堵他的咱们喝酒 这五郎也太不像话了 该管管 齐郎 你领朝大哥去把他救回来 朝大哥 真去啊 走啊 去吧 开呀 开呀 快点儿 坐上 五郎 你跟我回去 大哥 让我堵完这一把 老毁我的本 走 快走 快走 丑大哥 你把我 半年不见 你已经变成了这般模样 你 这些银子你先拿着 只怪我来的仓促没有多待 再给十倍的钱也养不了阮小五 就算养了阮小五 也养不了弟兄们 你要真被弟兄们想 就给弟兄们同找一碗饭吃 我说 你们今天这都是怎么了 为何都冲我撒气呢 弟兄们 瞅着就要到手的富贵 可是大哥就是不敢点头 他们怎么能不急啊 闹了半天 你们是罪翁之意 不再久啊 曹大哥 弟兄们就等你一句话了 这个刘堂啊 就知道假传圣旨 看来 你们已经商量过了 没有大哥大头 商量也没用 弟兄们 要听大哥的一句明白话 好 有你们几个 咱就干 这才像朝天王朝大哥说的话 好你个吃发鬼流淌 吃发鬼可不是个冒事鬼 来来来 来来 坐 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上船上去 好 各位弟兄 这生辰纲 都是搜刮的民纸民膏 本是不义之财 该取此其一 其二 各位兄弟都是武艺精道 手段高强之辈 再加上我这颗还不算太笨的脑袋 进行运筹 细做安排 取这生辰纲 几近乎于囊中取物 还有 朝大哥 我们兄弟都是义气当先 英雄本色 散开以来不过匹夫之勇 今在一处便有龙虎之威 本当合伙做事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才成大器 小弟以为 也该到一起协力做事的时候了 还有一条 也很张紧 如果 事行不利败路 惊动官府 那 我们也有退路 有好的去处啊 这去处嘛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呢 你们看 啊 这八百土活 四面环水 能进 能守 进 则取两米财物 守 则能固若金汤 纵有千军万马 也奈何不得呀 大哥 我们何不去梁山安营扎寨 巨重奇事呢 平大哥在江湖中的声望 定能招引天下的豪杰 共图大业呀 曾不见 如今的朝廷 坚硬当道 已是天怒人怨 四处封烟 北有田虎王庆 南有芳辣 少华山有神机军师朱鲁 二龙山有花和尚鲁之身 九文龙使劲 这八方英雄 各有神通啊 举世者须天时地利人和 你我兄弟都战了 朝大哥 现在就等你迎风斩棋呀 是啊 如此大一之举 咱兄弟为何不做 是啊 大哥 就等你一句话了 这 教授一席话 波云见天 我朝该平身为人做事 就为个朋友义气 王弟兄们如此看重 我再我二话可言 共举大事 就从这生辰纲开始 大哥 你说怎么办 要去这生辰纲非同小可 还需仔细上议 明日晚上通到庄上说话 好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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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行走路线 别咱们在西边下手 他偏去了东边 这咱们就出了大笑话了 对啊 是啊 你们别笑 这种事多了 就是别笑 大哥快说 再要紧的就是我们下手的地方 要去得快还要走得快 这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柳汤兄弟 这就需要你再辛苦地插房一趟了 没说的 马上就去 如何取这套富贵 这还得教授给咱们出谋画策 好 此事 怎么回事 门前有一个先生要见保证画斋 不看我这里正有客人吗 这点小事也来问我 小人已经 给他三五生米不就行了吗 小人已经给了 可他非要见保证不可 谁有此理 我去后悔他 都待着别动 去看看 别慢动手 何方道人为何大打出手 拼道只要见草保证 你来庄上无非是投斋画园 既给了两米 为何还要无故闹事 贫道只要见朝盖保证 请问道人可认得朝保证 只闻其名 不曾谋面 我就是东西村的保证 朝盖 是 真是贫道有眼不识真人 有理了 请问大人找我有何事 能给杯茶水喝吗 好吧 请厅内用茶 请问先生高兴 贫道父姓公孙 单会一个圣字公孙圣 道号一清先生 自有好习枪霸 稍有手段 久闻保证大明却无缘败会 好啊 今有十万金珠宝贝 专送保证做觐见之礼 不知肯要吗 怎么 不信还是不要 久闻先生大明不期在此相会 这位是我兄弟 志多兴无用 正是正是 贫道一眼便知 既然都是自己人 小弟便不绕舍 我是专为那生辰纲而来的 不知二位可曾封闻此事 先生快快请坐 此一套富贵可谓天赐良机 不可错过 当取不取 过后悔之晚已 公孙先生是可靠之人 大哥 实说了吧 不瞒 不瞒先生 我们兄弟几个正在谋划此事 只是不知来路是否确实 在何处行事 小弟已经打听清楚 皇帝岗是他们必经之地 在此行事万无一失 我们兄弟几人正好应了我那七星之梦 正是正是 黄泥岗距此处遥远 十里外安乐村有个叫白日蜀白盛 与我交后 可请他入伙 共举一事 这个白盛 该是我梦中的那道白光了吧 我认识他 后厅还有几位弟兄 我们一块上议吧 好 大河小松牛啊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嘿嘿 沉醉有啊 生存千江一盘酒啊 说走咱就走啊 你有我有 全都有啊 嘿嘿 沉醉有啊 水里火里 莫回兜啊 如见古平野生厚啊 该出生事就出生啊 风风火火闯就周啊 水风风火火闯就周啊 皇天再善 如今恶人当道 贪官害民 经由北京大名府梁中书 掠得一笔钱财 为当朝太师做礼贺寿 我等兄弟七人行侠仗业 欲取这套富贵 但有私议二心者 天诛地面 把酒为盟 神明见察 但有私议 天诛地面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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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觀西多 風雲震鑊 看她的天使 一片紅花 雨 風雲震鑊 風雲震鑊 讓何重大力 難而奔心想 極凡寂寞 風雲震鑊 讓他的天氣冷革 讓他的天氣冷革 天氣冷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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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冷革